滞留中国湖北的台商还有部分迟迟无法顺利回台 更传出当中有人要告蔡总统违宪 除了无法回台之外 不满的主因是这些台商名单被收集之后 遭移民署注记为黑名单 不过有台商私下帮忙缓夹 表示有意提告的是少数人 大多滞留的台湾人都反对走法律途径 对此主管机关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出面反驳 没有黑名单就只是注记 接着提出宪法第23条反驳台商的诉求 还呛瞎说认为台商告不赢 滞留中国湖北的台商等不到两岸包机回不了家 有人气到说要告蔡总统违宪 妨碍他们的迁徙自由 依据宪法23条跟我们相关的川人病防治法 我们的最近通过的防疫纾困振兴条例来讲的话 那事实上他们要告政府的这个官司 我可以明白的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们不会赢 律师专业的徐国勇呛瞎说告不赢 但传出台商不满的主因是因为列出的回台名单 反而被移民署注记成不能入境的黑名单 没有什么所谓黑名单 这个注记就是合乎宪法第23条 徐国勇坏人坏语成为内政部长后依旧火力不减 立委点名署长回应将才没两句 麦克风总回到他身上 还有法律的警务 细部的规定都有 都有都有 公委员的报告说我也要求他们 因为指挥官陈时中的一句话 取递非法移工像是在逆时中 抓不抓徐国勇回的小心翼翼 这个是时中逆时都没关系 也不是说不抓 所以我们也没有让他 如果有人检举抓不抓 检举的话我们一定抓 检举一定抓 为什么因为检举 但是我们不主动去查气 不是我们不是不主动 我们是在先把这些防疫工作 强调无关顺时中 说要抓却又怕逆时中 强调防疫优先 也考验官员的政治智慧 记者六名吴湘三台北采访报道